如果你要等白落,你何時才能等到? 在你最青春的時間,如果你只顧著等,機會就沒有了 不如做自己的白落吧 由我做獨立藝人開始,我的公司就開始做一些 叫做全球音樂法行的一些平台 我以前經常在想怎樣才能把自己的歌曲推到更遠 不如我自己去找吧 然後又找到一些其他國家的合作夥伴 然後我就把自己的歌曲放到世界各地給人聽 亦都可以幫我身邊的歌手,其實都是好事 我都很慶幸我身邊有很多的貴人 他們一直都很幫我,但我覺得在別人幫我找機會的時候 我自己都一直找,其實這些事情都可以一起做 可以持之而行去走,才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以前小時候,因為是一個沒有散的孩子 你就會很想跑,很想爭取更多的機會 但是到了某個階段,其實有很多事情自己爭取過 自己試過的時候,已經不會再這麼執著 我以前是很想拿到一些成績 所以會拼命去做一些事情出來 但其實可能未必是想像中那麼好 我反而現在是想學多些事情 我看到現在很多的新人,其實他們沒什麼機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以前我們有公司簽 其實可能在一個管理制度裏面 可能在兩三年裏面我們會得到一些成績 但是他們自己去摸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都不知道去哪裡選擇 雖然網上有很多的選擇給他 但越多選擇法越難選擇 之後在我的角度,我就會覺得如果他這麼努力了 我看到他沒有方向的時候,我都會有一份同理心 我很想幫他,希望他可以走少些冤枉路 有時候我也收到很多的信息 私底下感謝我,說很開心遇到你 但其實我反而會覺得我更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幫你 因為其實幫到人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初心很重要的 由我小時候讀書,小學,中學都在這間學校 我同學拿了一份報名表,叫我參加比賽 好像天天就已經選了我入這一行 然後到我未畢業之前,就已經有公司簽我了 之後老師看報紙,然後看到這件事之後 就說不如我們在學校搞唱歌比賽 那時候我還要是高三,我就可以做評判 聽上去的同學都覺得有點荒謬 但我沒有想過學校的老師這麼相信我 然後讓我做這件事 那年搞了之後,每一年都搞,好像一個傳承 對於我來說,在音樂的路上,我是從這裡開始 然後再去到,有自己的歌 那中間的確是有平頸的 但每年都會保持著有一些表演會找你 那或者是一些關於演藝的事,那些人都會記得你 那我又會覺得,好像那天一路都沒有放棄過我 我都相信一件事,越努力越幸運的 那如果我自己這麼喜歡做這件事 我相信其他人都會看到,我身邊的人都會看到 這件事,我相信你也是很容易你 我當然不願意說,我都不要太多了 我真理解我,我自己也有 joined 我相信我,在一位同學都會走 而我相信你,我真的有空氣 感谢观看